大家好,歡迎來到 DC Fever 頻道,我是 Brian 今天在我面前有三個相機背囊 其實大家都知道我一向都很喜歡去不同地方拍照 但今年疫情關係,可能很多朋友都以為不能去外國 但不要緊,因為平時在不同意義之下 其實都需要不同款式的背囊 所以今天會跟大家介紹 前面三款不同的背囊適合不同意義去使用 有Lopo Fastpack BP250 AW 第三代 還有中間這個都是Lopo的Protectic BP300 AW 第二代 還有這邊是Manphoto的Chicago 50 首先和大家比較一下三個外型 Fastpack 大家可以看到是比較細胸、幼形 適合一些比較瘦的朋友 而中間這個Protectic 大家會看到有些像軍袋 看上去一看就知道其實是相機袋 但大家不要看到它這麼小 其實稍後都會介紹 它的容量比較大 另外還有Manphoto的這個Chicago 它會比較斯文一點 變成你平時去辦公室的朋友 都可以當作平時的袋這樣用 它的用料比較特別 首先它用了雙式的梳水物料 它的扣特別是DuraFax 鋁合金扣 比起一般的扣 其實它會更加輕巧 同時更加有力 我想很多朋友如果選擇相機背囊 第一件事就是要考慮它好不好背 這個Fastpack 大家不要看它 本身就好像比較Slim 實際它的背部位比較厚厚的 另外它的背帶本身也有一定厚度 所以其實背上身也會比較舒適 另外它也設有腰帶 有時候背的東西比較多的時候 其實你扣腰帶會更加舒適 所以這個Fastpack 如果舒適度方面 我會給4分 至於這個Protetic 大家看到它後面的背部 除了比較厚之餘 它還有一些通氣的設計 所以有時候天氣比較熱的時候 你長期背著都不會覺得很辛苦 至於背帶方面 其實它又厚又結實 所以大家就算背比較重的東西 都會覺得很舒適 在這方面如果你要給分 這個我絕對是給足5分大家的 至於這個Chicago 大家看到其實它後面的背部 都算挺厚的 挺軟的 另外它兩條背帶 都是一樣 都是比較闊身一點 厚一點 還有比較軟的 如果對於一些比較喜歡軟身的朋友 其實這個袋會更加好背 這方面我會給它4分 擺放空間方面 Fastpack的設計比較特別 上半部分擺放私人物件的空間比較大 下面就相對可以帶一些輕便的相機 另外它電腦袋的部分 就可以放到一個13吋的Notebook 如果你說擺放空間 我會將它比分3分 來到這個Protetic 大家看到它的Total size 好像比較小 但實際不是 因為它裡面用了一些可拆式的護墊設計 除了可以全部拆出來之外 另外它可以做到很彈性地調校 每一個空間的位置 大家可以根據自己的器材 畫出一個最適合的空間 裡面的位置可以充分利用 兼且可以提高對器材的保護性 除了它下面擺放相機的空間 本身比較大 其實它頂部的位置可以調整空間 亦都相對比較大 變成大家可以擺放的東西 實際上是更加多的 現在在這方面 所以我會比速5分 這個Chicago 設計比較有彈性 它裡面整個內膽可以拆出來 亦都是因為這樣 所以它實際擺放空間 就不及得上Protetic 但是有使用彈性 還有它後面擺放Notebook的位置 可以擺放一個15吋的Notebook 是比較大的空間 所以這個我會給它4分 當然用一個背囊 用得方不方便也很重要 這個Fast Pack 雖然它只是下面可以擺放相機 但是它除了側開設計之外 它實際上都可以下面整個打橫打開 所以大家擺放東西或拿東西的時候 就更加有彈性 亦都更加方便 我最欣賞它的地方 其實下面還有兩個扣 如果大家扣起它的時候 其實可以確保器材不會拉到不夠緊 可以拉到不夠緊 可以拉到鬆了一點的時候 下面的東西都會掉出來 這個保護性亦會響到 所以說到方便程度 我絕對會給它5分 這個Protectic 大家可以看到 其實它的設計上 都有點像軍袋 那些位置就是側巾 很多的圈圈 方便大家可以加一些外置的其他袋 或者扣起其他東西 兼斜這個袋 其實它本身送一條扣帶給大家 例如大家可能 放一些燈架 或者一些大支腳架的時候 就可以直接用這個扣帶扣起它 另外它的設計 袋本身是左右開的設計 方便大家拿東西 所以使用上亦都是很方便的 在這方面 我會給這個袋有4分 說到左右開 旁邊這個Chicago 其實都是用了這個左右開的設計 另外它的頂部 除了本身有一個拉鍊來打開之外 其實它本身前面 都有一個攝錫的設計 有時候如果真的拍照 你放一些經常用的東西 在頂部的時候 上面的拉鍊不拉 你用一個攝錫 其實你拿東西就方便很多 至於拉鍊方面 就用了最有名的YKK拉鍊 除了堅韌之外 還是很順滑的 還有一個比較特別的地方 就是它的腳架收納位 可能你會說 其實差不多所有相機袋 都會有這個腳架收納位 但是它的腳架收納位 的位置就是在這個位置 但是它會有兩條繩 拉出來的時候 你可以讓你打直地擺腳架 或者打橫擺腳架 還可以把腳架掛在背包的底部 變成你給予不同尺寸的腳架 或者不同習慣的朋友 都可以把腳架放在不同的位置 去適應它們 所以這方面它的使用彈性是更加大的 還有一個很有趣的 就是它還送一個 就是懸掛式的收納袋 這個收納袋 你喜歡安裝記憶卡 都可以的 就多了一樣東西給我用了 這個袋子在方便程度上 我會給它4分 作為相機袋 我相信大家很著重它的保護性 始終這麼貴的器材放進去 保護性不夠 相信大家都不會考慮 這個Fast Pack 始終是一個比較Slim的袋子 所以裡面的袋子相對地沒有旁邊的兩個那麼厚 但它當然都有足夠的保護性 只要你放一些比較細的器材進去 其實它都有足夠的保護性 所以在這方面我會給它3分 至於這個Protetic 大家可以看到剛才提到它的空間比較大 它裡面的墊也比較硬 另外中間的Protetic 也可以折起 所以它可以為器材提供很大的保護性 另外還有一件我挺欣賞 就是它的Wing Cover 本身內置了 大家不需要無故忘記 即是落起雨後才發現 自己原來一直都沒有戴Wing Cover 所以它的保護性 整體來說就更加大 所以這方面我會給它4分 說到保護性這方面 其實Chicago肯定是最高要求的一個 它底部用了一隻內磨的物料Calva 其實市面上有一些防彈衣都會用這隻物料去做 所以你放在底部用的時候 就算有時真的不小心磨到底部 甚至乎有些朋友用得很粗 真的拿底去磨的時候 都完全不怕 而它側近水壺的位置用了Leica 這個比較有伸展性 而且亦有防閃水的功能 布料上面壓鎖雅面PU材質的膠膜 變成防水性能就更加高 有一件事剛才提及過 就是它一個外置電腦位 配合背部突厚的墊 變成安全得來又舒適 還有就是袋本身夠厚之餘 它的內膽本身亦比較厚 所以你的器材放進去是絕對安全的 所以算保護性的話 我絕對會給這個袋滿分5分 除了袋本身 其實它本身的擴充性 我相信亦有不少朋友很在意 首先講講這個Fast Pack 其實它可以給大家 外置一個腳架 它有一個扣 扣了腳架在底部 所以每次又找一個袋 帶著腳架到處去 Toto來說我會給這個三分 至於這個Protetic 剛才也提及過 袋子的外面有很多圈圈 除了可以用一些不同的扣帶 將一些其他腳架 燈架之類 外置比較小的袋 直接扣在外面 那些袋子 放鏡頭也好 放水壺也好 Toto來說它的擴充性很大 所以這方面我絕對會給它滿分5分 至於這個Chicago 大家看到它也不太像一個相機袋 變成大家平時拿出家用都沒有問題 有時候如果忽然間有很多東西要放 內膽其實是可以拆出來 拿出來之後 背包就可以打通成一個大的背包 可以將其他東西放進去 而內膽本身放著相機就可以拿去側背 這個擴充性也是非常之不錯 所以我就會給這個袋四分 當然大家會說現在都不能去旅行 不要緊的 大家現在去Staycation都適合用 當然剛才那幾個提議都是給我自己的 如果大家真的要選相機袋的時候 我都會建議大家根據自己的需要去選擇 更加重要的就是外形上要配合你自己 就像我那樣胖子大隻的 選擇一個大一點沒所謂 或者有些比較Slim的朋友 當然選擇一些Slim的袋子會比較好看 今天就介紹到這裡 如果大家對這幾個袋有什麼留言 或者想跟我交流一下 歡迎大家在下面留言 留言說一下這幾個袋 大家覺得有什麼地方這麼正 跟我交流一下 今天就這樣 多謝各位 拜拜